我们看这一题 这一题他说AB这两个都是正数 然后满足这个方式 这是一条直线 然后他说这条直线平分这个圆的面积 一条直线能够平分一个圆的面积的话 他一定通过圆心 那他说这个值最小值多少 也就是说你变动AB 那你变到AB的时候 那这个最小值是多少 好首先我们把这个配方 我把它写成为那个标准式 配方的话就是x加2 这两项配方平方 再加多少呢? 这两项配方y加3的平方 那我把9移过去 那我这里多加一个2 多加一个2的平方 两边多加一个2的平方 那这里有个3的平方 两边多加一个3的平方 那这可以消掉 所以这个是等于2的平方 所以这个图形 它圆心在哪里呢? 它圆心是在这个-2 它跟这个-3 这是它圆心 那这条直线要平分这个圆的面积的话 它一定要通过圆心 这条直线就是ax加上by加1等于0 那也就是说 那这一点通过这条直线 所以你把它带进去 要满足这方式 也就是说x带u2 叫-2a y带户3 减掉3b 加1等于0 也就是说 2a加上3b 移过来2a加3b等于1 那它现在 这个a跟b满足这个方式 它有求它的极小值 那我可以用那个科系不同的词 就是说 这是a分之2的 开根号的平方 加上多少呢? 3除以b的平方 乘以多少呢? 乘以 乘以这个是 根号2a的平方 为什么取根号2a的平方 就是 要满足这个 加上根号3b的平方 大一个是多少呢? 这科系不等次的话 你可以把它想成这样子 这个是一个向量 假设这个a 这个向量看成是 根号a分之2 根号b分之3 这个向量的话 看成是b 这个是多少呢? 这是根号2a 根号3b 这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 a这个向量的平方 就是说 这个平方就是这个 就是a平方 乘以这个平方 这个平方 这个平方加这个平方 就是等于这个 这个平方加这个平方 就这个 乘以b的平方 这是a的平方 就是b的平方 大一个等于多少呢? 大一个等于a.b的平方 a.b的平方 好 那a的b的话 就是等于这个乘以这个 加这个乘以这个 所以这个等于多少呢? 这个乘以这个的话 a就消掉了 所以 所以 2乘以2 就是2 2加多少呢? 这个乘以这个 b消掉了 就跟到3 乘以3 就是3 的平方 柯系不等次 他的意思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大一个等于多少? 大一个等于5的平方 这个我们晓得多少呢? 这个就是2a 这是2a 加上多少? 跟到开平方以后 就是3b 2加3b 这是1 这是1 这个就是我们要求的 这个就是我们要求的 就是说 a分之2 加上b分之3 大一个等于多少? 这是1 大一个等于525 25 所以他最小值是25 也就是说 a分之2 加上b分之3 他的最小值呢? 是等于25 所以这一题答案 应该要选b25 是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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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